HELLO,我是薛灵六 今天AI的课程要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模糊边缘的遮瑟片要如何制作 在之前的影片中我有分享过 可以简单快速的进行去背 不过这样去背出来的方式是比较扎实的形状 周围模糊以及羽化的效果那应该怎么做呢? 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IG喔! 首先我们将画面回到软体本身 在这里我有简单置入了一张图 回到工具列,我选择了椭圆形工具 假设我今天要的范围是这么大 我先框出一个范围来 然后我在笔画部分我先取消 甜色部分请一定要使用白色喔! 那之后我会讲解为什么只能使用白色 滑鼠移到上方 我们选择效果 风格画 雨画 这里呢浴室的地方要打开来 你的数值越大呢 雨画的范围会越大 假设我要效果是这个样子 我按下确定 点选黑色箭头 在空白处按下滑鼠左键 用拖椅的方式选取两个物件 选取后面的照片 以及白色的圆形色块 两个选取到以后呢 在透明度的地方我们按下 制作遮瑟片 那如果各位同学没有透明度 这个视窗的话 将滑鼠一道视窗 点选透明度 这个小视窗就会打开来了喔! 那我们回到主题 我们来点选制作遮瑟片 这边的周围已经有出现雨画的效果 那关于这雨画效果呢 如果你想要进行调整的话 我们打开外观这个小视窗 那外观这个小视窗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一样要点选上面的视窗 点选外观 点下去后就会出现这个小视窗 那我们先回到要如何修改雨画的效果呢 可以看到透明度 这边有两个选择 一个 左边呢是你原本的图 右边呢是你制作遮瑟片 圆形的色块 那可以看到原本的底图这里 还有个橘色框框 代表说你现在是点选这张图 那我们现在要点回雨画的白色色块 所以你要点选这里 按下去以后 可以发现 橘色框框跑来这里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回到外观这个小视窗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雨画的选项 在这里呢 一样按下滑鼠左键 点选两次 它会出现你刚刚有设定的雨画效果的数值 浴室的地方一样要打开来 这时候各位同学可以点选 它的数值多大多小 那假设我今天雨画效果 我就是要这样子了 那我一样按下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点选到白色的雨画物件 折色片物件 它现在是有节点的 你可以进行放大缩小 在这里你就可以重新调整你要的范围 甚至拖曳也可以 点回到这张照片 当我点回到这个照片的物件上面的时候呢 旁边锁头会出现 这个底图跟你的雨画物件 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当你移动照片的时候 白色的雨画色块也是一起移动的哦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白色的色块呢 大家可以想象的是透明度的问题 看到这个区块里面 这个白色它露出我脸的部分 其他黑色的地方呢 它是完全被遮蔽住的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这个白色色块 你看现在这边是白色哦 我把它改成黑色的话呢 原本后面底图就看不见了 有看到吗 这里也是显示黑色的 那我们先还原 所以呢 各位同学在制作雨画 模糊 边缘效果的遮瑟片的时候 甜色部分呢 要使用白色哦 那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里咯 如果今天的教学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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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